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护港开市通 我是陈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市焦点 连番出招就是之下 中港股市上周后期显著反弹 不过希腊债务危机仍存在变量 脱欧风险上升 欧洲股市期货今日下跌 料拖累港股今早表现 欧罗区19国领袖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开会 商讨希腊债务危机到当地凌晨仍未结束 上周五美股造好 道指收升211点报17,760点 今早道指期货则偏软 周五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ADR 较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个别发展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24,930点 较上周五本港收市高28点 夜市期只收报24,860点跌39点 横止短期或在25,000点及上方的十天线受到一定阻力 在内地方面 经过中央近期连番重招救市之后 A股上周五终于造出了两连升 中阵监及公安部依法打击证券期货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另一方面 之前A股暴跌过程当中一度出现两市过千只股票停牌的奇景 而今日开始复牌之公司超过350家 市场关注复牌的公司股价会否要补跌 市场也担心复牌公司太多将会导致旧市困难加大 再来关注焦点股份 港登电力投资 今日将会公布中期业绩 中制药业 今日首日挂牌 按盘价收报2块2毛5 较上市定价2块4毛6 低8.5% 人保公布以101亿元人民币增持新业银行至14.06% 留意今日的股价表现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又会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药材证券中国区业务部发展经理 黄灵杰先生来为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Hello Ryan你好 Hello Christy你好大家好 那首先还是来看一下A股方面了 那上周啊其实是已经收复了大部分的这样一个失地的状况 但是中央的暴力就是呢仍然是在持续的 那昨天晚上呢就再次的出招了 指出任何的机构和个人呢是不能借出自己的证券账户 也不得借给别人自己的证券账户呢进行买卖证券 那Ryan你认为这一个措施对今天A股的表现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那个这个阵子处来的短线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这个市场可能长眼来说还是要一定的帮助 但是如果我们先看短线来说呢 就是A股这个技术分析啊 根据我的分析啊来到3400点这个关口期间我去重生了好多事 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市场位 现在刚好来到3400点有一个反弹呢 我觉得不意外的 然后还有加上那个政府出来的政策等等啊 那个一个就是的那个力度啊 它那个心态啊也都非常的有决心 所以从整个市场来说 我觉得这个信心呃 其实已经慢慢回复过来了 但是如果要大胜的话呢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 但是慢慢呃回调在一波一波上升的话呢 确实有可能的 所以我观点来说我觉得现在A股这个目标价可以定到这个四千两百点左右 可能会慢慢回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去关完 嗯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了 那港股啊受这个希腊债务问题的影响呢 那它也是在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那本周呢将会是希腊债务的这样一个关键时期 那它的这样一个结果呢 应该会影响港股本周的表现 那你认为本周港股的这个趋势是趋于平稳的还是趋于波动呢 那如果希腊方面我觉得它那个 在那个他们开会在这个 希腊要推出欧元区还是不推出 中间呢是一个非常难的决定 对于这个欧盟来说 因为如果它真的推出这个欧元区的话呢 可能会引起很多其他连锁的反应 对这个欧元的这个地位在这个国质市场里面呢 肯定有一个很大的着力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看到他们就是不敢要用一个短时间来做一个确定 所以的话呢 它如果这样的行为的话呢 我觉得会影响到香港的市场里会有一定的波动成为产生 加上港股之前呢 得到那个2万2714点了 反弹到2万差不多将近2万5点了 那边差不多有一个2300点的那个波动 那个氛囊产生出来 所以今天会有一个短线的调整 我们看到那个指数有所调整 但是个股来说呢还是去仓利也是蛮强的 所以我觉得呢 一步可能一定现成了 如果有亏之调的话呢 投资者可以 可以这个参与投资也是没太大的问题 好的 感谢Ryan给我们做出的分析 也希望Ryan的分析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至到目前为止主要蓝筹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跌7毛5 中国移动跌2块 建设银行5涨幅 工商银行5涨幅 中国银行涨3分 港交所跌6块4 中国人寿跌4毛 友邦保险跌1毛 腾讯控股跌1块8 金沙中国跌6毛5 长河跌1块6 新宏基地产跌1块2 九龙仓跌7毛5 中国海外跌1毛5 华润质地跌4毛5 中海油跌1毛4 中石油跌1毛 中石化跌7分 昆仑能源跌1毛1 中国神化跌2毛 关注完了股市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欧元区的领袖在布鲁塞尔就商讨了救助希腊方案 而根据欧元区的领袖要求希腊在星期三之前完成立法落实改革税制等才会达成协议 以便希腊在未来三年获得欧元区债权人535亿欧元的救助贷款 希腊表示同意 文件就透露 希腊最终所需的纾困金额可能会高达820亿元至860亿欧元 据报会议讨论希腊一旦未能与债权人达成协议 可能要暂时离开欧元区 希腊就形容方案非常差 但总理齐普拉斯同意在星期三之前尽快立法落实改革 以便以债权人达成协议 又表示准备好接受妥协 不想破坏欧洲团结 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表明 失去对希腊的信任 反对不惜代价达成协议 但法国总统奥朗德就表示 将会竭尽所能让希腊留在欧元区 中证监日前就要求证券公司规范讯息系统外部介入的行为 并于月前底能够完成对证券公司自查情况的 合适工作 也要求严格落实证券账户实名制 进一步的加强证券账户管理 强化对特殊机构账户开立及使用情况的检查 严禁账户持有人通过证券账户下 设立子账户分账户虚拟账户等方式 进行违规的证券交易 另外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通知各网站 网上平台及媒体全面清理所有配资炒股的违法宣传广告信息 日前香港财政司与证监会 金管局和港交所三大监管机构就举行了例会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就表示 会上各方对近期事况进行分析 认为目前无需过度担忧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政府主要关心市场是否平稳有序进行 现在不需要进行干预 针对深港通曾俊华就表示 香港方面对深港通已经做好准备 相信中央会在适当的时间推出 但目前没有时间表 他就表示个人认为监管层应该会更快 更努力的去推出深港通 有可能在11前后推出 作为一项限礼工程 而2015年举办的2015中国投资峰会期间 就接受了表示 中概股回归同港股有一定的冲击 推出互股通以及深港通之后 香港投资者也能买A股股票 会增加香港的自身优势 金谍国际就宣布 上周五与太极股份签订了一份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合作框架协议 公司与太极股份期望充分的利用 双方在市场技术产品方案 渠道行业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通过技术产品方案的融合 业务和资本合作 技术输送等方式 着力提升公司附属公司 深圳市金谍中间建在产业中的竞争力 而根据该合作框架协议 太极股份拟以5,880万元 来购买公司金谍中间建合共21%的股权 为此收购须经太极股份 以及金谍中间建各股东 进一步进行签署股权的转让协议 为达成股权转让交易 太极股份宁与公司全资附属公司 金谍软件中国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购买金谍中间建12%的股权 代价为3,360万元 给予金谍中间建的利益股东 深圳市金谍软件配套用品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购买金谍中间建9%的权益 代价为2,520万元 正到集团日前就公布 公司丹东黄海汽车与上海民联投资管理 定立了合作意向书 以探索利用定约各方各自之优势 以及能力促进在加速新能源汽车领域 进行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一间与中国长州成立的公司 长州公司 东丹汽车以及其控股公司 曙光汽车集团 为其股东拟作为建议合作 以及日后在中国长州 销售电动公交车货 进行商业生产制平台 公司及明栏投资将透过收购 或注资以总代价为2亿元人民币 来收购长州公司之股权 而东丹汽车将会透过专有技术 或按建议合作 订阅各方能定义的其他方式 向长州公司进行注资 交易完成之后 长州公司拟将由公司持50% 由明栏投资持有10% 以及属下40%将由曙光汽车 以及丹东汽车来进行持有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早上的 互感开示通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会